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个老胡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条带的关度在哪里改 我们看一下 他说的是这个条带 他的关度在哪里改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里面 先给他创建一个球铁 然后呢 把它搭建为可编辑的那边请 好 这里有一个球铁的吧 我们孤立显示 这里面模型得多 孤立显示一下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这里选择绘制局面了 要释取这个球铁 把它取取进来 然后使用这个条带工具 我们这样来画 你看 它上面的这个条带呢 就是非常小的 这带子非常小 好 我们返回一下 一般是怎么样做呢 一般是 我们画这个的时候呢 肯定要是 让它是分离了两个物体 因为说这个带子 跟这个原来的物体 让它分开 如果你 你 直接这样画 它就是一个层底了 直接这样画 它就是一个层底了 一个模型 所以呢 这样并不方便 我们去操作 所以一般呢 现在这里点击清对象 勾上这个清对象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画这个条带 好 但是它还是小的 所以呢 怎么样去改变它 这个条带的大小 要设个里面 豆腐里面啊 在这个豆产面板里面 把这个税小的距离改大 这里给个 给个50 好 再来画 然后呢 再来给个100 好 再来画 那就变大 给个200 哎 200 最大成了100了吗 我看一下啊 那么 可以啊 可以改成200 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下 200就再大了 200再大了 这么大一个 以外面提 所以 搭这个距离 呃 刚才这个200呢 就比 比这个大好多倍啊 所以搭这个不是很准确啊 再来画一下呢 搭这个 这么大一块啊 200 那么比这个多了 多了四倍啊 还多 起码这么大 所以他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的啊 所以一般的给个52的100是内的可以啊 我们再改个100 好 再来画一下100好像也蛮大的 给个20 给个20 再给个30 哎 还是20 40 啊 40要更大一些 反正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来改啊 改了个数十 还有呢 就是呃 如果你不改这个编辑词的话 我把这边就是改大了 如果你不改这个编辑词的话 他有可能是 你画出来这个条带 他就线 线到这个里面去啊 就看不到他在哪里啊 所以呢 要让他从这个九底的表面 出来一点点距离 所以就调整这个编辑词 好吧 我把这编辑词 他默认是零的啊 零的话 你画他就 线到里面去啊 你把这边一直改大一些 那么他就出来 完全不一样了 可以改更大 可以给个2 那么他就完全服务这个表面了 他跟这个原来的物体时间是有一点距离的 好吧 这里是2 2是2毫米的意思 好吧 OK 那么这个条带呢 就是这样来用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